00后是群什么人啊 一个月挣8000 他可以花6000 他可以花68块钱 去买一只中雪糕的雪糕 他可以花300块钱 买一只口红 他一个月8000块钱 他花6000块钱去租房子 他就不想存钱 80后呢 车奴 房奴 海奴 我们小的时候 父母只让生一个 我们到中年了 国家让我们生三个 以后我们就是带三个 还要去照顾四个 所以你看80后啊 没有自己的 是不是 90后呢 90后呢还在挣扎 靠着父母的支持呢 还能在北上广 供一个小户型 00后彻底放开 根本不想买房 等着你们死 房子都是我的 不管团队的时候 我们经常都开玩笑 我们都跟领导PK 那个时候我们有个 70后的总监说 我们PK 这个月我一定要做 销售冠军 做不到 我裸奔 你知道95后 是怎么PK的吗 李总 这个月我承诺 我做冠军 我做到了 我只要一个礼物 你裸奔 给我看 团队文化都发生变化 老板是拿来玩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年轻人 他根本就没有权威感 80后是什么